听到这个横跨五个八度音域的天籁嗓音 就知道Vitas又回来了 二度照访台湾开唱 除了招牌般的鬼魅高音外 向来阴柔形象著称的Vitas 穿上盔甲般的造型上场 不过Vitas要给观众看到的突破不止如此 来段月球漫步耍动感或者横躺耍浪漫 或者像这样遮住帅气的脸庞 因为Vitas最希望的就是能够用嗓音 征服所有在场歌迷的耳朵 TVB的新闻 蔡风泽SNG小组台北报导